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十二授手人身相 以十二生肖代表十二时辰 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上上下到 陈起万岁 这里就是当年的海雁堂 那十二生肖就是安放在这儿了 蜀 牛 虎 兔 龙 那龙头应该安放在这儿了 不错 十二生肖的头像自当年被洋人盗走之后 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踪迹 这回天津 日本商行拍卖龙头应该是其中之一 东阳人要拍卖我们祖先的龙头了 仲爱卿有何高见啊 陈主张发兵天津 包围日本商行 夺回龙头 奇禀万岁 陈以为万万不可 区区龙头毫无价值 何必为这种小事得罪东阳人 国公有何高见呢 臣主张竞标 夺回龙头 如此 则不倾其外交事端 又能顾及大清尊严 是啊 是啊 赶紧啊 拍卖竞标 价钱难以估算 恐怕得不偿失 大清尊严无价 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臣禀皇上 郑国公浪费酷银 居心叵测 万万不可唯以重任 臣且万岁 太后老佛爷不在宫中这种大事 还是等她回来才一定为好 请老佛爷上采 不得上前 退下 不得上前 退下 小女 小女西悦冒犯万岁 望万岁恕罪 西悦 朕与大臣在这贡商国事 你竟敢闯入 胆子不小啊 西悦斗胆 请万岁降旨 忠我爹前去买回龙头 你们平身 西悦 你说说看 什么道理 东阳人在我们眼皮底下拍卖龙头 分明是向我们示威 大清若无声响 那岂不是给祖宗丢脸 西悦说得好啊 你们这般堂堂虚眉不如一个金国 皇上你答应了 祖宗颜面我们今天就要讨回来 朕国公 臣在 朕令你全权处理此事 一定要把龙头夺回来 臣 遵旨 朕令你串了 朕令你您身揭 mo 骑 那档草 那个 Chart 走啊 走啊 谢谢你 谢谢你 你是真宝啊 不是啊 请请 秦九 我们的龙头 哥哥 我公交代过公共场合 不可引人瞩目啊 各位 这件龙头万众瞩目 据我们估计 将吸引远东一流的买家 这也是高桥拍卖行压咒的好戏 拍卖赃物不是好戏 而是丑剧 这是什么人 作为世界著名拍卖行 公然拍卖赃物 是国际法为何物 说的有道理啊 请问 这位先生是天津国文报记者 邵云忠 记者啊 你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吗 奴才不知道 那就是有学问的人 哦 本拍卖行所拍卖的文物 每一件都有合法的文件 有博物馆的 海关的 还有税务机关的 再多的文件也不能掩盖一个事实 这件龙头是圆明园的东西 是中国人的东西 这件东西来自法国 一位著名男爵的家族 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合法性 请问究竟是哪位中国人 把这件龙头卖给了法国人 你给我闭嘴 这就是谁来的呀 这说清楚 我是根据大日本帝国的法律 进行拍卖 据我所知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 都不会保护 脏物买卖 好 这是记者招待会 不是法院 记者无权过问法律问题 这里不允许捣乱 把他赶出去 走 走 有人捣乱 护住龙头 把他押去官府问罪 好 快打 快把龙头打赌 快走啊 快走啊 知道了 哥哥 哥哥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赶马车 你坐我们的马车吧 我有车 我有车 就这辆 我在京城也见洋人骑过 那不一样 那是洋人骑洋车 现在是中国人骑洋车 要不要上来试一下 我 行吗 上来吧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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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小心哪 我的天哪 想不到 颜先生 连龙头的图纸 都保留了下来 当年乾隆爷 铸造十二生肖 先祖是都土官 火烧颜明园 家父一身训源 这些图纸 浸染着他的血迹啊 颜先生 皇上说得好 祖贤的面子 我们今日要夺回来 我做梦也想着这一天啊 日本人 诡计多端 我们不可不防啊 国公果然高明 请看此物 这是 这是今天日本商行 差人给我送来的 这是一把普通的扇子嘛 国公请看 这是什么东西 日本横滨 正金银行支票 银马任由我田 他们知道唯有先生 能鉴别龙头真美 故而用金钱来贿赂先生 真毒啊 先生 你 你这是干嘛 颜家是待大清忠臣 我也不能给祖先丢脸啊 哼 龙头在车上 又是他们 让我地下去 搅心这条中国柱 押过去 小姐小心 怎么办 翻开 小姐坐稳了 快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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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让他们逃了 他们跑不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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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主龙头 衝過去 走 走 走 我来 好嘞好嘞 快点 你怎么开车呢 倒回去 又回来了 你没事吧 看你往哪里跑 冷头 怎么回来 快走 站住 站住 放开 哥哥上了一辆双轮的怪车 一转眼就不见了 爽能怪车 谁的车 是一个小伙子把哥哥给带走了 小伙子 他姓什么 叫什么 是哪里人 他什么忌 什么辙 奴才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忌辙 就是靠笔杆子混饭的 是哪个报社的 奴才不知道 秦九 你是怎么办事的吗 奴才该死 秦九 天黑之前 找不到哥哥 你就自己切 过公 奴才已经是太监了 没得切了 那你就欺负自杀 给 这个 这个 主要是这个 好 给 四处都看了看 我第一次到这种地方 真好玩 我听你这口精片子 你准是京城人对吧 你真会猜 而且 我看你这身打扮 你爹准是做大生意的 对不对 错了 我爹啥也不做 啥也不做 那不会是出家当和尚了吧 和尚 这差事不错 回去我得告诉我爹 少云中 社长来了 谁让你参加那个日本商行记者招待会的 社长啊 你跟我说是去参加艳星的记者招待会 怎么跑到日本商行去闹市去了 你知道吗 咱们报纸的这个广告全靠那个日本商行 惹不起他们 请社长再说一遍 嗯 你是谁 我是京城来的记者 刚才听社长说到贵报与日本商行的关系 我很感兴趣 请问社长 我 我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啊 老张 别在那睡觉 小心我扣你的薪水 社长真逗 行啊 你又救了我一命啊 你家也住楼吗 来来来 进来看一看 你就住这儿啊 对啊 我单身一个人 有没有家 社里为了方便我工作 就临时让我住在这儿 来 哎 坐呀 龙头 圆明园被盗的十二生肖 这 这儿都有啊 我一直都在追踪这些国宝 这些是英国和法国的 还有这里是东京的和香港的 天涯海角 我都要追到他 少映忠 皇上会嘉嘉你的 皇上 你笑什么呀 你说 这些国宝都是哪些败家子 败出去的 你说皇上是败家子 反正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 败出去的 你放心 这次拍卖龙头 我们一定会赢的 听说大清皇室的郑国宫 也亲自到天津来了 你也听说了 你说郑国宫能标到这件宝物吗 我追查事儿生肖已经很久了 就是这个龙头 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真是想不到 这次他突然冒出来 真是有点奇怪啊 你 你 你怀疑这件东西是假的 东阳人可不是省油的灯 诡计多端 我们还是多长个心眼 你说的对 我要提醒我爹 你爹到底是做什么的 不告诉你 他会响啊 这是音乐盒 当然会响的 打开它呀 打开呀 好听吗 嗯 大人在这儿 在这儿 这儿小子门外 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少云中的 有 上面 走 走 有事吗 秦九 你来了 哥哥 你把奴才吓死了 跟我来吧 走 走 走 这怎么回事 怎么绑架我的人呢 你的人 他绑架哥哥 绑架哥哥 罪干万死 罪干万死 啊 这个人 不是我们报社的 他是混入我们报社的 社长 谁是你社长 我根本不认识你 参见哥哥 哥哥 哥哥 你爹就是郑国公啊 他不是和尚 哥哥恕罪 哥哥恕罪啊 这个少云中 本报社早就把他开除了 是吗 他跟你们报社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真可惜 少云中在日本商行记者会上 仗义直言忠义可嘉 本来要告诉国公表彰你们报社的 啊 啊 啊 少云中他本来要升任本报社主编的 还请哥哥在国公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啊 哥哥 该走了 走吧 啊 恭送哥哥 哎 快 哎 琴琴 你知道大不列颠吗 大不列颠 嗯 我知道啊 是疯癫病吧 哎 这病发的时候啊 疯疯癫癫的很吓人的 你说什么呀 不懂壮懂 人家是一个国家 国家 京城街上 那些黄头和蓝眼睛的 就是大不列颠人 咱们是大清国 他们是大不列颠国 知道了吧 哎 那是藩邦嘛 少云中就是在那读书的 堂堂中华 孔梦之道不学 到藩邦去学些什么呀 他真有意思 到底是读阳书的 少云中 哥哥 这个医院盒送给你了 嗯 接好了 你真的送给我呀 哎 哥哥 里面可能有暗器呀 让奴才打开 什么暗器呀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武统大师 严慕先生 敢拍卖这行的焉能不实 拍卖 先生尊姓大名 在下高桥昊 请多多指教 哦 此次龙头拍卖 就是贵行举办的 严先生 真是消息灵通啊 我一尊家没什么好谈的 伙计算账 慢 我与先生并非攀谈交情 而是给先生送礼 送礼 又是什么支票 听说严先生把支票烧了 在下佩服 那我只好送另一件东西了 高桥昊先生 送什么东西也没用 呃 情书 什么 严先生 不会不认识自己的笔迹吧 这是严先生写给梅妃娘娘的情书 诗文并茂 如果送到宫里 梅妃娘娘看了 一定会声音俱响 要是让老佛爷知道了 也一定会龙颜大怒 到那时 严先生身败名列不要紧 要是连累了梅妃娘娘 那可真是 人世间的一大憾事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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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洋盒子 国公不喜欢他 国公 歌哥 哥哥 哥哥 太可爱的蝉恋 kannst ут 毒 那玩意 伯伯 牵手 咱们 老 б 我去刺绣庄买绣线了 绣线 女儿发愿要绣练女传 好 清酒 你笑什么 格格专心女红 奴才为格格高兴啊 夕月 天津啊 有日本人的租界 咱可千万不能去啊 爹我知道了 受伤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什么东西啊 这 这是 这是 这是洋玩意儿 好大的胆子 跑到租界里去了 爹 我 格格 这是奴才要扔的 一直忙着给忘掉了 奴才真是该死 对 爹不是我的 清酒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下午有个洋人 把这个东西送给国公的 什么 真是岂有此理 奴才知道国公最讨厌洋玩意儿 一早就想给扔了 因为格格身体不舒服 所以就忘掉了 哎呀 夕月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啊 格格跑了一天 买真买谢 累坏了 夕月 你要多休息 别太累着了 清酒 在 你看 你是怎么伺候格格的 快告诉厨子 去炖点洋森 国公 这也是洋玩意儿啊 哦 哦 那就炖东北人森 让格格好好补一补 爹 您才需要保养呢 您看 您都瘦了 啊 东洋人诡计多端 就恐怕弄个假龙头来骗我们 爹 不得不防啊 爹 有严寿在 你就放心吧 是啊 多亏有了它 爹 这东西挺好玩的 就让我留下吧 凡邦之物也许下了毒咒的 还是把它扔了吧 爹 你这样扔了吗 清酒 奴才才 好好照顾格格 明天不许出门 爹 如果他私自出门 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我的盒子 我的狗腿 游戏 钱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哪 这龙头做的 肯真的是他 高桥先生请慎一言 这龙头在我的心中 他就是真的 只有在心里想着他是真的 即便是说梦话 他也变不成假的 他可清净了我的全部心血啊 大乔先生 获真驾驶啊 钱先生 价钱问题好商量 哥哥 你叫我 新月就行了 大清的皇亲国戚啊 不能乱叫名字的 要砍头的 你不是说 洋人都叫名字吗 你叫我 艾小姐好了 艾小姐 艾辛绝罗小姐 艾小姐 OK 你偷偷地跑出来 清酒怎么办 她的腿 你放心啦 我爹很疼清酒的 没会说打断她的狗腿啊 结果 我都舍不得 郑国公还真有点意思啊 怎么都是卷卷头啊 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我 外国的公主 全都是卷头发的 我 那就尽快 我 自己 我 百かな 百かに そして 父母 是 太細 正 老娘 qualify 九叔啊 你也来了 我到报社去找你呀 别人都说你跟格格出去逛街 我到处找你们呢 格格的 不用着急 在里面啊 买东西的 等一下 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 女人的店 男人都不能进去 真 真的吧 走 我们去 我带你去租界逛一逛 这 行吗 我 我不去啊 格格在这儿 我一定在这儿等他 村部不能离开的 于衷 抽一支烟吧 我 我不要 我 我有这个 要乖啊 妖怪啊 秦九啊 你以前没有见过羊儿吗 没有啊 我以前在国公府很少出门的 封建专制 害人不浅哪 你说什么呢 嗯 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多念中国书 孔子啊 孟子啊 大学问啊 改天我送你两本好好读读 孔孟 中国就是被这两位先生给害的 你说什么 生人你都敢骂 鸦片战争是怎么打败的 甲午战争又是怎么打败的 中国人就是应该把洋人当成老师 洋人怎么就不能成为中国人的老师呢 老师 当年薛人贵争稀啊 把那些藩帮打得落花流水的 你知道吗 可你看看人家日本 明治维新 现在都成了巨人了 小日本啊 当年薛人贵争东啊 把他们打得像土包子一样滚回去了 还薛人贵呢 愚昧无知 打倒薛人贵 你吵什么 你能打得倒薛人贵 薛人贵三剑定江山你知道吗 你吵什么 好看吗 我 我的天哪 哥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看 好看 好像变了一个人哪 哥哥 这是个妖精党啊 什么啊 清九你好大胆子 你怎么能说哥哥是妖精呢 啊 奴才不敢奴才不敢 奴才不敢 但是 假如被国公看到 会把我的狗腿砍断呢 清九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会连累你的 唉 看来我的狗腿真的保不住了 哥哥 时间差不多了 拍卖会就要开始了 嗯 对我们直接去 好不好 唉 你不能去啊 国公要到拍卖会去 我就是要给爹助威的 走吧 慘了慘了 这回吃不了 冬着走 让我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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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后退 让我们进去 快后退 让我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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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Savi-le-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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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老 Vielen子后 国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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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来了 不想 我们一定要够回龙头 您心在此啊 有国公大人 我们一定要够回龙头 對 好 大家请放心 皇上已经开了金头了 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龙头 好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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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皇上 皇上 过公 清酒 阁阁呢 好带好带 阁阁找到了 好 皇上 谢谢过公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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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斩了你的狗腿 爹 郭公大人 拍賣會馬上就要開始了 走吧 走 住手 大慶天下 請你來撒野 上 郭公 進 郭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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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王爷请 大姨爷请 您请 世云 严肃的 各位 本拍卖行今天拍卖的物品 是圆明园龙头 底价十万 现在 请出价 二十万 好 这位先生出二十万 二十万 还有没有再出价的 二十万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好 这位先生出二十五万 还有没有 二十五万 还有没有加价的 二十五万 二十六万 二十六万 好 二十六万 二十六万 二十六万一次 钱先生 你乃大清文物收藏专家 对于此次拍卖 有何评价 二十六万 二十七万 二十七万 看镜子里的东西是真是假 二十八万 二十八万 这位先生出二十八万了 二十八万 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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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万 三十二万 这位先生出到三十二万了 三十六万 三十六万 那位先生出三十七万 三十七万 三十八万 好 三十八万 这位先生出三十八万 还有没有加价的 六十万了 六十万了 有没有再加价的 我 六十万 六十万 有没有再加价的 六十万了 你可要坚持住 我们可全靠你了 六十万了 还有没有再出价的 六十万 我透过气 那怎么办哪 那还有谁知道 龙头是真是假的 还有哪个先生要出价 六十万 放送 别紧 别紧张 别小瞧这玩意 震惊安神 震灵啊 爹 原来 这位先生出了 六十万了 狂点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让爹再玩两天嘛 请问还有没有再加价的 还有没有再加价的 六十万了 六十万了 六十万 六十万 六十万了 行不行啊 六十万一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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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扯平了 六十万两刺 六十万 扯平了 六十八万 六十八万 还有没有再出价的 六十八万 还有没有再出价的 六十八万 六十八万 还有没有再出价的 六十八万一次 六十九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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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 七十万 好 七十万 这位先生出到了七十万 七十万还有没有 八十万 震灵公出到八十万 大清王朝出八十万元 大清王朝出八十万元 还有没有加价呢 八十万一次 八十万两次 八十万三次 八十万三次 成交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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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耻辱 今日一雪呀 恭喜国公为大清争回了颜面 高桥先生 按照规矩我方先要鉴定一下 这个龙头的真伪方能成交 合理 非常合理 严慕先生 请 严先生 本拍卖行世界之名 绝不拍卖赝品 中国人被东洋人骗得太多了 我们不得不以君子之心 夺小人之父啊 你们把严大学士也请来了 高明 你也知道严先生 严家祖先乃是圆明园十二生肖铸造者 所以请严慕先生来鉴定万无一失 嗯 启禀国公 此龙头乃是 正品 正品 好 我